10月26日中东以重量级人物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不到24小时谈话内容公开 据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10月27日消息 当日时间10月26日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多汉会见王毅外长 王毅说中方坚定支持卡方探索符合自身国前的发展道路 反对任何势力干涉卡内政 赞赏卡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 理解支持中方正当立场 愿同卡方加强战略协作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毅表示中卡经济高度互补 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 工业园区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拓展 给双方带来巨大利益 中方愿继续同卡方开展全方位战略性合作 助力卡加快走经济多元化道路 提高自主发展能力 中方愿同卡方扩大相互投资 欢迎卡方积极参与 中国高水平开放 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机遇 塔米姆表示 中国是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大国 也是卡塔尔的重要战略伙伴 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有着相同或相近看法 保持着密切沟通协调 卡方坚定致力于发展卡中友好 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愿同中方倚道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卡方积极寻求扩大卡中投资合作 愿成为中国长期稳定的能源供应国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 并参与卡自贸区建设 消息提到 双方就相互支持对方国家办好 北京冬奥会和多哈世界杯交换意见 塔米姆感谢中方企业 如期建成世界杯决赛主赛场 表示卡方反对体育政治化 支持北京举办冬奥会 相信北京冬奥会将同2008年 北京奥运会一样 精彩成功 此外网易外长当天还同卡塔尔副首相 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